他们为什么这么高 因为小时候就是人才 刚刚来到福利院 直接就送给修女一个电炮 那呆萌的小表情 受到了修女的一致好评 十岁的时候 就会贴心地给修女拔牙 还不忘麻醉 要被发现时 还会聪明地掩盖现场 好在桌上的小鲸鱼没事 就这样 他们终于盼到了有人来领养 夫妻二人最终选择了大山 在车上他欣喜地向妈妈许了个愿望 然后 就在快乐的童年中 他们的智商突破了人类的底线 此时三胖想要上房 发现怎么都走不了 于是他想到了办法 想拆开钟楼 还懂得用杠杆原理 修女来检查他们的工作进度 抬头就看到一个铁锤飞落而下 吓得她抱头躲过 可这只是刚刚开始 只见大铁钟滑落 精准地砸在了修女的头上 眼看要出人命 三人就要下去救人 可是梯子坏了 两人直接砸落而下 送给修女一个暴击 这种机会 三胖哪能错过 眼见就要砸下 大山二人智商上线 拖走修女 不巧撞在了消防栓上 三胖随后落下 重重地落在了修女的身上 为了救人 小山拿起水桶 猛地一泼 这下修女是彻底的凶多吉少的 接着三人就去干饭了 途中刮倒了神父的梯子 和地下的修女倒在一起 三人不由分说 上去就对神父一顿猛抽 要不是院长及时出现 神父就要隐恨西北了 院长告诉他们 神父是为攻势而来 接着 等待他们的却是三个响亮的耳光 然后神父告诉他们 孤儿院由于经营不善 就要关闭了 虽然三人傻 但绝对不聪明 三人决定进城 挣大钱拯救孤儿院 他们坐上自行车 扣好安全带 搭上便车 愉快地出发了 如何在30秒内挣到80万 这三个男人做到了 一个富婆找到他们 要他们杀死自己的老公 因为男人得了绝症 妖子每天都疼痛要命 只有一个要求 就是要出气不意 而且不能开灯 三人连脑子都不用过 愉快地答应了 三胖智商再次上线 一个野蛮冲撞 就把男人顶到了公交车面前 绝对地出气不意 吓得富婆开车逃离 没给前三人 哪能答应 跟着富婆就来到了家里 可得到消息 男人没死 然后 三人本着从一而终的原则 来到了医院 打算帮男人了却心愿 他们一人换了一身装扮 走进医院 大山还热情地 给三胖装上了假睫毛 大眼睛一眨一眨的 真是诱人 一切就绪 可三人却误入了婴儿病房 这压力绝对能灭火 可还没完 三个婴儿左右开弓 气得三胖使出绝招 结果 最后连小山也没能信命 大战一触即发 这时故事出现 三人慌忙逃跑 他们来到男人的病房 用临床堵住房门 男人发现了他们 用出失传百年的龟西大法 将身体缩进了石膏 可这怎么可能难住哥撒 只见三胖撩起衣服 一颗甜蜜炸弹送给男人 使他高兴地上了天 正要上前确认 警察出现 三人落荒而逃 途中绊倒一个 哥撒上前一看 没了呼吸 大山决定紧急抢救 三人逃到屋顶之上 想要用消防管道跳下去 可是 三声尖叫 直接砸在过路的男人身上 好在男人身板硬朗 没有丝毫损伤 事后发现 男人竟是曾经的院友卷毛 正是他替代的大山 被一对富豪领养 他兴奋地邀请三人 参加他的结婚周年派对 为了挣钱大业 哥撒拒绝了 拿出最后的积蓄 一番商讨 他们决定进军种植业 养鱼的你见过 那你肯定没见过种鱼的 烈日当空 小山耐心地给鱼浇水 鱼到死也没能想通 自己原来是磕种子 这还不是最离谱 当有人来问他们时 接着警察就来了 仇人见面 分外眼红 好不容易逃脱的他们 误入了拍摄现场 一顿操作之下 导演一眼看中了大山 捧他当上了炙手可热的大明星 看到大山有了如此成就 小山两人也没闲着 他们找到卷毛的养父 希望他能资助孤儿院 却被无情拒绝 正要离开 发现了墙上的照片 富婆竟是卷毛的妻子 而那个男人是卷毛的好友 二人这才意识到 他们险恶的用心 而在动物园卖酸奶的二人 并不知道危险正在向他们靠近 富婆害怕事情败露 他要男人去杀人灭口 当他好不容易翻进动物园时 一回头发现一头雄狮 正在盯着他 二人找到大山 向他说明了一切 三人决定去营救卷毛 他们拿着气球 潜入了派对现场 三胖顺手就把气球给了小女孩 本应该是侦查的两人 却专心站起了发 气得大山教训了两人 这时他们才发现飞上天的小女孩 小山拿起枪 大山连忙阻止 突然 他们终于被发现 三人慌不择路地跑进了卷毛的房间 将真相告诉了他 这时好友和妻子追了进来 掏出枪就要解决他们 意想不到的是卷毛的养父也出现了 原来这一切都是他的阴谋 因为妻子离世时 将所有财产都留给了卷毛 他要夺回财产 他挟持着众人前往小树林 关键时刻 三胖掏出自己的宠物 车里乱坐一团 直接开进了湖里 众人正在争夺仅有的空气时 三胖恰到好处地放了个坡屋 大山趁机划着了火柴 浪花翻起 众人终于脱困 上岸后 坏人被警察带走 回到孤儿院的三人 发现这里竟然盖了新房 正是大山曾经的导演出手资助 并且还要牵下他们三个人 就在此时 卷毛前来领养 电影在欢歌笑语中结束